今天影片的主題呢是一個很久沒有出現的主題 也就是一個get ready with me 那因為其實我從去年到現在呢 真的沒有花太多的心思跟時間去研究一些新的一些彩妝品 所以就很久沒有就是拍影片跟大家分享了 那我會想要錄這個影片呢 是因為我昨天跟朋友去逛街的時候呢買到了一款新的粉底液 也就是我今天臉上的這個粉底液 我真的非常喜歡它的妝感 所以我就想說今天可以來錄個影片跟大家聊聊天 然後來試用一下這款新的粉底液 今天要來化妝之前呢想要先來跟大家分享 我最近收到的Ala Luisa的一些新品 總共有四樣商品要跟大家分享 那有兩樣商品呢會當作giveaway要送給大家的 首先呢要先來分享一款項鍊 這款項鍊呢它算是比較一個statement piece 就是它搭配性比較強的 不是一個會日常每一天佩戴到的項鍊 不過我覺得它真的很好看 它長的是這樣子的 這項鍊呢你們可以看得到它是用兩種不一樣的珍珠搭配在一起的 首先的第一條項鍊呢它是用這種比較小一點的不規則形狀的一些珍珠呢 把它串在一起的 第二條項鍊呢它是一個比較簡單的金色的chain necklace 然後在這個最下面呢它有一個大概是硬幣大小的一個珍珠 然後它是這樣子比較扁形的珍珠 這款項鍊呢它是可以兩個這樣子分開佩戴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跟別的項鍊搭配在一起也是完全OK的 這兩個項鍊戴起來的感覺是這樣子的 首先呢我很喜歡這一次的這個珍珠的項鍊 因為呢它上面全部都是一些比較不規則形狀的珍珠 因為今年呢真的很流行就是這一種類型的珍珠項鍊 那如果它上面全部都是就是圓形的珍珠的話 我覺得戴起來可能會比較沒有時尚感 就會比較classic 或是有時候會顯得比較老氣一點吧 或是比較正式一點 我覺得像這樣子的項鍊呢就很適合穿一個很簡單的衣服 像我今天就是穿了一個白色的襯衫 我覺得這樣子搭配呢就是很夏天 就是一個比較慵懶比較relax的一種風格 今天要分享的第二樣商品一樣也是一個比較顯眼一點的statement piece 這是他們家新出的一款戒指 它長的是這樣子的 這個戒指呢我當時在網站上面看到的時候呢 它讓我想到就是牛角麵包 就是一個croissant 然後我覺得它就是真的很可愛 當時我看到他們的model配戴起來的照片呢真的很好看 所以呢我就挑了這一款 它是中間稍微比較粗 然後呢就是會越來越細的這種感覺 因為它在上面有做這樣子斜斜的這樣子的設計的 所以你就算是從遠方看呢 你都不會覺得好像這個戒指就是看起來有點很chunky的很大的感覺 它還是蠻有設計感的 所以呢我覺得它還算是蠻eye catching的 如果像是我今天這樣子很簡單的一個搭配 然後戴上這樣子的戒指我覺得也還蠻適合的 接下來要分享的兩樣商品呢 我覺得大家也會非常的喜歡 因為我當時在網站上面看到的時候呢 我也是非常的興奮 我覺得它是比較適合日常可以佩戴的一些小首飾 比較dainty 比較小巧一點的 首先要來分享呢就是這個戒指的這個set 它這個一個set裡面呢有三個這樣子的戒指 我當時看到這個戒指的時候 我真的超級興奮的 因為它其實呢就是跟我平常在手上戴的這個愛心的戒指是同樣類型的 它就是有一個很細的這樣子的一個chain 中間呢就搭配了一個小小這個花的設計 之前呢因為有很多人詢問過我手上的這個愛心的戒指 那我也有試著想要就是請一些workshop幫我把它做出來 讓大家可以購買 可是呢就是在製作的過程當中呢 因為它本身這個戒指它其實是這種很細的鏈條的 所以在決定它的尺寸上面呢真的是非常的困難 因為它本身呢就是這樣子很軟 然後呢很flexible的 所以呢它其實不像是正常的戒指 可以好好的做一個戒圍的 所以呢就一直做不出來 然後我當時呢在Anna Luisa上面呢 看到了這一款戒指的時候呢 我真的超級興奮 然後也想到了你們 我就覺得如果大家真的很喜歡這一類型 就是這種chain的這種戒指的話 你們絕對要去買這一款 這樣子戴起來的話呢 這個就是小花的戒指放在無名指上 然後呢這邊呢就是放一個很簡單這樣子的chain 這種戒指呢它最大的好處就是它戴起來真的很舒服 所以你幾乎呢不會感覺到你手上有任何的戒指 我這次挑的size呢是5號的 也是他們官網最小的1號 目前戴在無名指上面是ok的 可是如果想要戴在中指上面的話 我應該就要需要拿到6號了 所以這個也是給大家參考一下 接下來的最後一樣商品呢 也是我最期待的一樣商品呢 就是這一款小花的這一個手鏈 是不是超級超級可愛的 這個小花的手鏈呢 其實我當時在網站上面看到的時候 它是缺貨的 所以其實我等它等了蠻久的 它才補貨之後呢再寄給我 它是玫瑰金的顏色 然後我覺得它跟我的這個lovevango搭配在一起呢 真的超級超級好看的 當時我看到這個手鏈的時候 它還可以搭配今天的這個戒指的時候呢 我就知道大家一定會非常的喜歡 今天giveaway要送出的商品呢 就是我今天手上戴的這款小花的戒指 還有就是這個小花的手鏈 那雖然這兩樣商品我都只有一格 然後我自己也很喜歡 可是我相信呢 大家收到的時候呢 一定會跟我一樣喜歡 所以我就想說還是送給大家好了 這次要參加giveaway呢 首先就是要follow我的instagram 然後subscribe我的channel 第二呢就是在下面留言 跟我說你想要Anna Luisa的戒指 還是想要它的手鏈 這樣子就可以了 好現在分享完手勢之後呢 我們就趕快來化妝吧 我剛剛已經把我所有的保養品都已經上完了 然後現在給大家看一下最近的膚質 我覺得皮膚的狀況目前還是ok的 就是除了我的黑眼圈非常的重之外 這邊有一個小小的痘疤 就是前陣子月經來之前呢 就長了一顆痘痘在這邊 剩下的話還ok 就是沒有什麼很明顯的什麼瑕疵之類的 Bubub Hi Hi baby 大家不要把這個東西誤認為是地毯 因為上次在影片當中有很多人說 就是booboo都在我旁邊 他們以為是地毯 結果就發現是booboo 因為它開始動了 現在是下午的時間 然後Elly現在在睡覺 然後有時候呢 因為下午的時候 有人會送一些包裹之類的 然後就會按門鈴 然後booboo就會狂叫 然後就會把Elly吵醒 所以呢我就把它關在房間裡面 跟我一起來錄影 我今天會想要來錄一個get ready with me 是因為我昨天跟朋友去逛街的時候呢 買到了一款新款的粉底液 然後我是真的已經很久很久沒有買專櫃的粉底液了 不過昨天試用了這一款之後 我就真的還蠻喜歡它的妝感的 所以我就把它買回來了 我這次買的品牌呢 是肌膚之藥他們家的粉底液 粉底液長的是這樣子的 然後它的名字叫做 Radiant Fluid Foundation Matte 它其實是一個霧面的妝感 然後昨天試在臉上的時候 我真的很喜歡 昨天在專櫃試用的時候呢 他們還搭配了那個粉底刷給我試用 就是有一個斜角的粉底刷 然後我超級喜歡那款粉底刷 不過呢我昨天要買那個刷子的時候呢 他就跟我說全香港都缺貨 所以有點可惜 因為我覺得那個粉底刷真的很好用 昨天呢因為他們好像在做一個Promotion 就是如果你買一買1500的話 就是他會送一個這個正妝的這個產品 所以呢我就為了湊那個1500我就買了一個這個 這個是他們家就是新出的妝前乳 就是他們應該是這兩個一起推出的 昨天送的這個商品呢 它算是一個粉霜 它其實應該是介於就是氣墊粉筆跟Foundation中間的一個產品吧 就是它遮瑕度呢會比就是氣墊粉筆還要再高一點 我這次用的這個色號呢是O10 它叫做Light Osher 它的罐子長的是這樣子的 它這是一個霧面的一個玻璃的瓶身 它裡面是一個Pump的設計 我真的還是比較喜歡這種有Pump的這種粉底液 因為像是Suku他們家的那一款 雖然它很好用 可是我就覺得用起來會有一點麻煩 然後就會弄得到處都是 這個它打開的就是一個小小的黑色的罐子 它還蠻小一罐的 這個罐子呢它就是塑膠的材質的 給大家試用一下這個 它是這樣子稍微比較有流動性的 它顏色是稍微比較白粉色的感覺 然後非常的好推開 它其實用在臉上呢其實有一點點像是精華的那種質地 再來呢我就要來用這款粉底液了 把它擠在手上給大家看一下它的質地 質地是這樣子的 這個顏色呢在我的臉上稍微是比較偏自然的顏色 因為昨天桂姐有問我就是 說想不想要稍微比較白一點的顏色 不過我跟她說就是 自然的就好了 所以沒有挑到非常非常的白 好 這個是上了一層的感覺 從相機裡面看好像我白了非常的多 從鏡子裡面看的話跟脖子的色差不是非常的明顯的 這個粉底液上完一層之後呢 因為它本來就是一個霧面的妝感 所以呢我的臉上就真的沒有什麼黏膩感 那因為我是乾性的肌膚 我覺得這樣子對我來說我就非常的夠了 就不需要再特別上散粉了 如果是油性的肌膚 或是平常外面比較潮濕比較熱的話 可能還是要再疊加一層散粉來定妝會比較好 這款粉底液呢它的遮瑕度呢是差不多五成到六成 就是它不會把所有的瑕疵都遮到 因為我剛剛這邊有一個小小的痘印 到現在還是可以看得出來有一點點 我用的遮瑕產品呢是這個歌劇媚影的這個三色盤 這個三色盤呢其實我都只有用這兩個顏色 然後把它稍微混在一起 然後當作眼下的遮瑕 好接下來我要來畫的是眼影 我今天拿了兩個眼影盤 然後剛好都是NARS他們家的 首先呢是這個眼影盤 它是NARS他們家去年出的 它叫做Summer Lights Palette 它裡面呢就是很基本的這個大地色系 可是我覺得它顏色都調得非常好看 就是是比較暖一點點的色調的 然後呢它帶了一點點的就是光澤 它不是那種很明顯的閃粉 可是它的光澤我覺得很漂亮 第二盤呢就是這樣子的 就偏比較巧克力的顏色的 然後我想說把它兩個混在一起 來畫一個眼妝 最近呢進入八月份之後呢 我就有一點點不敢相信 就是時間到底過了多快 因為呢我馬上就是又要過生日了 我記得去年生日的這段時間呢 我在台灣那個時候就是還懷孕 老公幫我辦了一個很大的一個生日Party 然後呢一年就這樣子過去了 今年呢因為是Social Distancing 所以呢我就跟老公說就是真的不用特別的幫我過 他我覺得31歲生日也不是一個很特別的數字 所以我就想說自己在家裡面小小的慶祝一下 跟Elly跟BooBoo慶祝一下就好了 我覺得30歲到31歲這一年呢 對我來說最大的變化呢 當然就是生了Elly然後當了一個媽媽 我真的覺得呢就是當了媽媽之後呢 我的個性就是變得更糾結了 大家應該也知道就是處女座的人 常常沒有辦法好好的做決定 就是在做一個決定的時候呢要想很多 然後就是很麻煩很龜毛 像是Elly很小的時候可能一兩個月的時候 你就會希望她就想要趕快長大啊 然後趕快可以跟我互動啊 或是趕快可以走路啊叫媽媽之類的 可是呢你真的在看她慢慢長大的時候呢 你會很想要就是時間慢下來 然後希望她不要長得那麼快 還有要糾結呢就是Elly她現在滿8個月了 然後她體重已經9.9公斤了就是10公斤了 所以呢每次要抱著她的時候 我就覺得她真的好重 可能抱個5到10分鐘我就會抱不動了 我就會一直complaint說 為什麼她要這麼pop 然後要這麼重 每次都抱不動她 不過呢有時候如果Elly在一天當中 可能她少喝一餐奶 或是少吃一點點的複食 或是她可能睡過夜然後呢 有一餐沒有吃到的話 我就會開始擔心想說 會不會她就是少吃了這一餐 會不會她的體重往下降啊 什麼什麼的 反正就是真的很糾結 就是你又很想要她白白胖胖的 可是呢她很胖的時候 你又覺得抱不動她 所以我真的覺得媽媽真的是一個非常糾結的一個生物 最近呢當了媽媽之後呢 我真的感覺到就是媽媽腦這個東西呢 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因為之前呢我常常會跟身邊的朋友在一起 他們很多就是都早就生小孩了嘛 然後他們常常呢真的都是會忘東忘西的 然後呢我都會沒有辦法理解 就是為什麼他們可以連這種小事情呢都記不住 我就會一直笑他們 然後一直覺得是個性的問題 或是他們本身就是很健忘 結果呢最近呢真的也發生在我身上了 像上次呢我跟Cathy出去 然後是她開車然後我們停在時代廣場 以前的我呢因為常常知道 就是Cathy她會常常忘記自己停在哪一層 然後停在哪一個區域 所以我都會很刻意的要幫她記住 結果這一次我跟Cathy出去的時候呢 我就完全沒有去記就是她到底停在哪裡 然後我們就是逛完街然後吃完飯之後呢 就是一兩個小時之後 我們要回來找車的時候呢 我連她停的是哪一層我都不記得 結果從電梯口出去的時候呢 她停在是左邊 我既然記成是右邊 所以我就跟她講說她停的是右邊 沒有想到呢其實我根本就是記錯 我根本就是亂記一通 所以Cathy從此以後呢就一直笑我 就說以前是我笑她有媽媽腦 不過現在呢輪到我了 不過我覺得媽媽腦這件事情呢 就是可能跟記憶力不是有非常非常大的關係的 應該是說就是當了媽媽之後呢 你有很多東西要去更注重或是更放心思在那上面 常常要顧寶寶啊或是什麼時候要喝奶啊 所以呢你就不會把你的重心呢 放在一些很小或是很不重要的一些事情上面 just that make sense 所以像是就是停車停在哪一樓啊 或是你什麼時候跟誰出去啊 或是哪一個朋友什麼時候要出國啊 就這種事情就對你來說呢 你就不會真的很刻意去把它記在心裡了吧 不過這件事情呢我覺得還是真的蠻恐怖的 因為我身邊呢真的是很多朋友就跟我說 最近呢他們跟我說的事情呢已經說了可能兩次或是三次了 可是我每一次聽到的時候呢 反應都是一模一樣的就是好像是第一次聽到這件事情一樣 他們就覺得我有點誇張 就是真的完全不記得之前有聽他們說過這件事情 所以我真的覺得有點恐怖 如果我要生二胎三胎四胎的話 我可能很快就要老人癡呆了吧 我剛剛用這個Chanel的這個眼線膠筆來畫了一下我的內眼線 現在想要再眼尾稍微加長一下 我用的是這一款 Physicians Formula 他們家的這一款眼線液 這個呢其實我大概兩年前回加拿大的時候呢 買了一次 然後我發現它真的好好用 這款它的頭呢真的是非常的細 然後呢它真的很好畫 畫上去呢就是還蠻黑的然後很均勻 所以不用擔心就是可能畫上去的時候呢 有一部分就是不夠上色之類的 然後這一款眼線液呢 它裡面還有就是可以增長睫毛的成分 所以呢你可以一邊畫眼線 然後呢可以一邊讓睫毛更長 接下來我想要來畫個眉毛 我今天呢想要用的是這個 Anastasia的 Brow Wiz 這個眉筆呢就是我已經用了很久了 然後我最近呢又開始回來用這一款 是因為我覺得它畫出來的眉毛呢 比較細一點點 然後我覺得會比較好控制 雖然Hourglass的那一款我還是很喜歡用 可是有時候如果我想要 稍微比較明顯一點的眉毛的形狀的話 我會覺得這一個會 畫出來的眉型比較好看一點吧 然後再用它後面的這個刷子呢 稍微把它刷一刷 把它稍微blend in一下 我大概上個禮拜的時候呢 收到這個蠻奇怪的一個包裹 就是那個包裹呢 它其實是從順風寄來給我的 然後因為我有一個順風的手機的app 所以只要有任何的包裹 就是透過順風要寄來我們家給我的話 我會在那個app上面收到通知 上面會顯示就是說現在這個包裹從哪裡寄出 然後呢包裹裡面是什麼東西 然後呢什麼時候會收到之類的 收到那個簡訊的時候呢 我那時候就覺得有點奇怪 因為我最近 因為我那個時間呢 其實沒有買任何的東西 然後我也不認得這個發貨這個人的名字 然後它是從內地的 好像從深圳哪裡要寄過來的 收到之後呢我打開來之後呢 真的是一個很random的東西 它是一個給寶寶的那個嬰兒床上面掛的那種床鈴 就是一個mobile 不過呢那個東西的品質就是非常的差 就是可能像是在夜市會買到的那種品質的東西 所以我就知道那個絕對不是我自己買的東西 然後我覺得也不是一個人家送給我的禮物 收到之後我真的覺得有點傻眼 然後也完全不知道到底是誰寄給我的 所以那樣東西呢我就一直把它堆在我們家的一個小角落裡面 我就不想要去理它 結果呢過了兩天之後呢 我就在facebook上面就看到有一個人發問 他就說呢就是他在美國還是加拿大呢 他就是有一天收到了一個包裹 一個Cartier的一個戒指 他說那個戒指呢就是包裝啊 就是都很都感覺就是很完整 就很像是真的一樣 做了一張很像真的一個收據 然後那個收據上面呢還打了一個香港的地址 所以這個人呢他收到這一樣商品的時候呢 他就馬上聯想到他在香港的唯一的一個朋友 他就聯絡他朋友問他說 你是不是送了我一個Cartier的戒指 然後這個朋友呢他就說沒有他沒有送他任何的東西 他就把這個地址呢輸入在Google上面 他也打電話給收據上面的這個電話號碼 結果發現是一個空號 然後他就在網路上發問想要問大家說有沒有遇過類似的事情 結果就很多人回應他說這個是最近很流行的一個scam 就是可能一個詐騙的一個手法吧 他說很多人呢在網路上他們為了就是可以得到很好的一個評價 就例如說你在淘寶上面買東西的話 就是他們就是很多人就非常注重你給他們的評價嘛 他們會寄一樣很不值錢或是很random的東西給你 因為他們為了就是需要讓系統知道 就是說他們有寄出這樣商品 還有一個tracking number 還有這個人呢確實有收到這樣商品之後呢 他們就會利用你的account 或是利用你的名字呢 去給他們自己呢留一個很好的一個評價 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review 可能就會把它說的非常好 就是說品質超好啊我超級喜歡啊怎麼樣怎麼樣的 就會讓很多別的人看到這個賣家有非常多好評 所以呢就讓我聯想到了就是我那天收到那個很奇怪的那個床鈴 我相信呢跟這個scam就是有很大很大的關係 應該就是有人可能偷了我的資料 又知道我家的地址 所以呢他就寄了一個很便宜的東西給我 其實我不太知道在這個當中呢對我來說有沒有什麼損失或是什麼危險 不過確實這個人呢他已經知道了我家的地址了 所以這一點我有一點點的擔心 不過呢就是整件事情是非常的奇怪的 因為收到cartier的戒指這個人呢 他基本上是沒有什麼損失的 雖然那個戒指呢一定是假的 可是呢就是好像對他來說也是不痛不癢的 反正就是一個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不過呢如果你們最近有收到一些很奇怪的包裹 如果不是你自己買的也不是人家送的話 就很有可能是這個scam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剛剛夾完了睫毛 我現在呢想要來用這個睫毛打底的 這個是Kate他們家的睫毛打底 我之前的這一款呢就是已經被我用到有點乾掉了 所以呢前陣子呢又買了一個新的 我如果沒有用這個睫毛打底的話 如果我在刷睫毛膏的時候呢 我就會覺得我的睫毛膏就是很容易結塊 就是刷睫毛的時候呢他就不會很很順的就是黏在我的睫毛上 可是呢加了這個睫毛打底之後呢 你就真的會覺得他的抓力很好 今天要用的腮紅呢是Canmake的這一款腮紅膏 然後他的色號呢是17號 這個腮紅膏呢是我去年就是去日本的時候買的 這個當時是他們新出的一個顏色 那個時候很熱賣 他顏色呢是有一點點偏橘紅的顏色 就是那種楓葉的顏色 我會先把它這樣子稍微點在我的臉頰這邊 然後再慢慢把它推開 我覺得這個顏色會跟今天的眼妝稍微比較搭一點點 這樣子 我才上薄薄的一層可是感覺很明顯就這邊 今天用的睫毛膏呢是Lancum他們家的這一款 hypnose drama 這一款睫毛膏呢是我用過Lancum幾乎所有的睫毛膏當中 最好用的一款 然後他其實平常的這個包裝呢是黑色的 可是這個是我去年年底好像在聖誕節的時候呢 買的一個就是限量的一個包裝 所以他是這樣子很漂亮的銀色的 然後下面有一點點這個散粉的 這一款睫毛膏呢我很喜歡他的原因 所以我覺得他的刷頭呢真的很好用 可以看到他是稍微有一點點的弧度的 然後下面呢也是這樣跟著有一點點彎彎的 因為Lancum的睫毛膏我已經用了有十幾年了 就是從大學就開始用了 然後我覺得最好用的一款呢真的是 他們這一種就是正常的塑膠的刷頭的 因為我不太喜歡他們那種矽膠就是有點橡皮的刷頭 我覺得刷起來不是很均勻 然後很容易就是結塊 接下來想要來用個打亮 用的還是這一款MAC他們家的這個Double Gleam 用來用去我還是覺得MAC的這一款的就是顯色度啊 或是他的光澤我比較喜歡一點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沒有把30而已全部都追完了 因為我跟老公呢就是終於把他追完了 其實老公呢因為他平常就是很喜歡看抖音 然後呢就是在抖音上面呢就很多人會劇透 所以呢他其實很早的時候呢就已經知道 就是結局是怎麼樣了 然後我就一直叫他不要告訴我 就讓我自己慢慢把他看完 然後我真的特別喜歡就是他們在30而已的 每一集的最後面的那一分鐘呢 就會分享一個就是一家三口他們過得非常簡單又幸福的生活 剛開始看的時候呢我就不理解 就不知道為什麼在後面要插一個這樣子的小片段 可是越看呢看到最後真的就覺得說 他們真的是一家三口生活得非常的簡單 可是呢又很幸福然後非常的開心 他們到最後呢從一個很小的一個就是路邊攤 就是升級到有一個小店面的時候 你就真的會非常非常的為他們開心 幸福的日子呢真的是可以過得非常簡單 就是在你什麼都沒有的情況下呢 就還是可以很幸福很快樂的一起生活吧 最近呢看完了30而已之後呢 我就開始看一些Netflix上面的一些Show 那我之前呢就是很喜歡看的一個叫做Selling Sunset 它其實呢是一群就是很漂亮然後身材很好的一群女生 他們在LA呢就是專門賣一些非常漂亮非常高級的一些豪宅 他們是在一個仲介公司裡面上班 可是因為都是女生所以他們就當中有很多就是drama 那這些drama呢其實我覺得還蠻無聊的 不過我就覺得那個Selling Sunset裡面的房子呢真的是超級美的 會告訴你說就是他們賣掉這個房子的話 他們會賺多少的佣金啊之類的 我就覺得蠻interesting的 然後他們最近呢就是出了第三季 所以我就把第三季呢也追完了 接下來我想要來稍微畫個鼻影 用的是這一款MAC他們家的這個Omega 然後我用的這個鼻影刷呢我真的很喜歡 它是Sigma的Tapered Blending 它叫做E40 這個我已經用了有兩年了吧 最近跟老公就是每周六呢都會準時收看的就是 這就是街舞 因為我們從第一季就已經開始看了 然後我們都非常的喜歡 就覺得是一個很精彩的一個選秀節目 然後覺得他們真的非常非常的有才華 現在呢想要來上個唇彩 我今天呢拿了兩個唇彩 不知道是不是和今天的妝容 不過呢這個也是我去年在日本的時候買到的 它講的是這樣子的 它的名字叫做UZU 然後它這個唇彩呢就是當時在日本就是很熱賣的 它比較特別呢就是它的色號是用這個數字的 所以像是這個是加3 然後這個是-2 加的那個系列呢會稍微氣色比較好一點 就Negative的這個系列可能稍微比較冷酷一點這樣子 那我今天呢想說可以把兩個稍微疊加在一起擦 應該會比較適合 因為這個可能就是太紅了 然後這個呢可能就是太冷了 就是比較眉紅 比較接近我的唇色吧我覺得 我想要來疊加一下這個暗紅的顏色 疊加了之後呢就會讓我的唇色看起來比較橘一點 就沒有剛剛那麼紅了 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這個妝容了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我今天的這一款妝容 不過我自己呢是真的很喜歡這個粉底液的 就是昨天試用了之後呢 今天再擦了第二次我還是一樣非常的喜歡它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去專櫃試用一下 那在影片的開頭 我有跟大家介紹到Analisa的手勢 如果大家有興趣想要參加抽獎的話 不要忘了在下面留言喔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吧 掰掰 ний 還 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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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